我恨,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 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政副议长 选举会选暴力案 台南市议长邱莉莉,副议长林志展等 共识人被男检起诉 台南地院29日下午3点宣判 邱莉莉等人全部无罪 邱莉莉处感谢司法还其清白 并一度难忍泪水而哽咽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 我相信自己 因为我是清白的 这一些的指控都不是事实 所以我因为我相信自己 这些都不是事实 所以其实我从这一则起诉案件到现在 我事实上是没有掉过一个眼泪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刻 林志展则说 尊重司法判决 我尊重司法判决